男人喜欢上了裴酒小姐 她只看了一眼 就被对方美貌勾住了魂 看到女人往相反方向行驶 她急忙掉头汽车跟了上去 但女人却去了私人医院 因为工作比较特殊 她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抽血检查 虽然男人猜到了女人的职业 但还是执着地想要认识她 当天晚上 她拉着两个好兄弟 去了女人所在的夜场 第一次到风月场所的她 略显紧张 呆呆地坐着 有些手足无措 但女人却对她产生了浓厚兴趣 像她这种纯情的客人 真的不多见 也许是觉得她傻傻地有些可爱 女人主动搂着她 喝了一杯可乐 还在唱歌期间 主动亲吻了她的脸颊 直到深夜离场后 她还在回味 刚刚女人的那个香吻 第二天早上 她就约女人在酒店见面 但赶来的女人 却对她很失望 虽然她花钱买了女人的时间 但她并没任何龌龊的想法 只是觉得 女人昨晚工作到深夜 想让她在酒店好好休息一下 爱情会让男人充满幻想 也会让男人智商降到冰点 她会经常到女人兼职的咖啡店消费 也会把自己家牧场的牛奶送给女人 同时还会附送一束花 更是自告奋勇地 帮女人干些脏活类伍 虽然男人爱得轰轰烈烈 但这一切都是她的一厢情愿 女人只是把她当成免费劳动力 更不喜欢和她送的鲜牛奶 在一次闲聊中 女人透露她不想那么早结婚 也暗示了不会跟她谈恋爱 但老实的男人觉得是自己诚意不够 还没有完全打动对方 于是在一天晚上 她鼓足勇气跟女人表白了 她让女人辞掉陪酒的工作 深情的承诺会照顾她一辈子 但女人却打断了她的表白 男人磕巴地想要争取一下 可女人却直接开门离去 她有些失落 觉得自己做的还是不够诚意 于是她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再次找到女人 希望她能跟自己结婚 但换来的却是女人的暴母 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 为何始终打动不了女人半分 男人叫始终 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牧牛厂 30岁至今没有谈过恋爱 但每次相亲她都心不在焉 始终认为对方不是自己寻找的真爱 直到遇见陪酒小姐银河 惊艳的美貌仿佛敲开了她沉寂的灵魂 但银河并不是铁石心肠的女人 自从那天拒绝了始终 她在上班时经常心不在焉 仿佛心里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始终虽然被拒绝了三次 但她依旧会在KTV门口等银河 看到银河喝得烂醉如泥 始终毫不犹豫就要送她回家 人的情感往往在困境之时 最容易被感动 此刻银河趴在背上 感受到她不曾体会过的温柔和安全感 她开始尝试接受时钟的鲜牛奶 喝完一口后发现 牛奶竟然如此美味 如同时钟这个憨厚的人一样 只要用心接触 才会发现她独有的魅力 但是在这天 时钟的妈妈突然拉着她去相亲 或许是听到小镇上的风言风语 故意将相亲地点 选在银河工作的咖啡厅 这让时钟很不舒服 但她很爱自己的妈妈 所以不敢忤逆妈妈的决定 银河内心同样很生气 刚建立的好感 瞬间荡然无存 刚好这是接到一单外卖电话 银河自告奋勇 要去送这单生意 两人在窗口对望那一刻 时钟心虚地不敢对视银河的眼睛 银河原本打算送完咖啡就离开 她已经辞去了陪酒小姐的工作 没想到客人依旧对她不依不饶 银河连番拒绝几次 客人突然恼羞成目 暴力地殴打了她十分钟左右 当时钟赶到医院 银河已经昏迷了很久 等她醒来 看到时钟趴在病床睡着的模样 银河内心既感动又很无奈 她认为自己低贱的人生配不上时钟 便说些恶毒的话 让她趁早离开 但时钟执意不肯放手 她对银河一见钟情 奈何评级的知识 让她说不出钟情的话 只能用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表明爱意 朴实的语言 让漂泊多年的银河备受感动 她答应了时钟的求婚 两人幸福地迈进了婚姻殿堂 妈妈看着儿子脸上绽放幸福的笑容 也就不去再婚那些流言飞语 但银河也没让时钟的妈妈失望 她主动承担家里所有的家务 还拿出多年积蓄让妈妈出去旅游 虽然银河曾经在风月场所工作过 但妈妈能感觉到 银河本性是个善良贤惠的好女人 不过一个电话却击碎了这份宁静的生活 打电话的人正是银河以前的丈夫 原来她曾经结过一次婚 只是丈夫是个酗酒家暴狂 银河忍无可忍便逃到了时钟所在的小镇 但他们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名义上的夫妻 银河约前夫见了面 把身上仅有的几万块都给了她 想和她彻底划清界限 但前夫并不想放过到手的摇钱树 她找到时钟表明了身份 如果不拿出让她满意的分手费 她就带银河永远离开这里 就算到到法院都不会有半分胜算 为了凑够前夫所要的四千万巨款 时钟忍痛卖掉了家里代产的奶牛 以及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 跟前夫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 内容就是 以后不准再来打扰银河 可还没等她喘口气 镇上的医生就突然找上了门 她是来告诉时钟 关于抽血检查的结果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时钟不知所措 尽管她深爱着银河 可不免有些担心自己是否已经被传染 更担心银河知道后会不会寻短剑 内心的恐惧与纠结让她变得心神不宁 从而忽视了银河被冷落的感受 女人的心思一向比较敏感 她以为时钟是在嫌弃她结过一次婚 愧疚使她做出了不明智的选择 在一个挂着凉风的下午 银河不动声色地离开了这座小镇 等时钟赶到家里 只看到银河做的最后一顿饭 以及一封她不愿相信的信件 银河在信中说 我对于前夫的事情很道歉 因为我的事连累你卖掉了奶牛 虽然我已经离不开你 但我不想看你这样消沉下去 所以我去大城市打工 争取早点偿还你损失的钱 看到妻子情真意切的道别性 时钟迷茫的内心终于有了答案 如果疾病和妻子必须选一个 她决定选择陪伴自己的妻子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苦苦寻找 依然找不到银河的身影 时钟始终不肯放弃 只要收到来自银河的转账 她就立马赶到转账邮局询问 只可惜每次都无功而返 她朝着大海呼唤银河的名字 祈求老天将心爱之人还给她 或许是真诚感动了神仙 她真的等到了银河的消息 不过是警察让她去警局指认的 银河为了尽快还清欠款 再次干起了曾经的老本行 而她的前夫偷偷举报了她 到了警局 才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 面对记者铺天盖地的恶毒采访 银河脸上写满了绝望与无助 时钟很快赶到了警局 终于见到了寻找一年的妻子 两人的不舍都被记者完整记录了下来 为了获得点击率 无良记者欺骗时钟 只要他接受采访 就能让银河获得减刑 时钟听醒了他们的鬼话 配合他们做了一期人物专访报道 但这篇报道很快传到了小镇上 娶个小姐当妻子 让时钟的哥哥感到很丢人 哥哥让他趁早跟银河断绝关系 但时钟的眼神很坚决 说什么都不愿放弃自己的妻子 哥哥只能带着母亲去探监 让银河主动离开时钟 因为对时钟心存愧疚 银河答应以后不会再和时钟来往 可时钟的温柔早已缠绕进她的生命里 经常梦到和丈夫甜蜜的那段岁月 在那片浪漫的樱花树下 她和丈夫许下今生不离不弃的誓言 而时钟在家 同样也不能寐 将银河唱歌的录像观看一遍又一遍 母亲气愤地扯掉录像带 为了一个女人竟然要死要活 这让母亲和哥哥十分不理解 而时钟同样也不理解 为何人们总喜欢站在高处批判别人的想法 从而忽略了她对银河的爱 时钟苦苦哀求 依然得不到母亲的支持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毫不犹豫 喝下了一大口碱水熏短剑 万幸的是 分量不够 没有死去 但也因此喉咙声带受损 她从此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而银河在这天被法院判了三年半 这段时间 她一直拒绝跟时钟见面 在进监狱前 银河答应跟时钟见最后一面 但她没有忘记 被时钟家人的沉默 她想在进去前 和时钟来得了结 她想让时钟能重启新的人生 她想让深爱的丈夫永远忘记她 所以在见面那一刻 银河面露冷漠 被时钟说着伤人的话 她怎样 她是完可爱你 我似乎你看她 你会不得急 你 gap大力 你不得 Une人 你不得 无法 可能 不得 你不得 你不得 我 你会不得 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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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 时钟以为银河要抛弃她 可她现在根本说不出话 只能拿出准备好的表白纸 上面写着她要照顾银河一生一世 银河柔软的内心突然一颤 但她依旧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声嘶力竭地说着此生最刻薄的话 而时钟只能默默听着 直到银河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时钟拼尽全力喊出了她的名字 entendu, 要守着简单 婆婆,能舷然感到自己的名字 她懂得脸了 演笑 竟然有心相比orp标 我真的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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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到 我真的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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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时间有时走得很慢 有时也会走得很快 这天银河行满失放 监狱外面正在飘着恶猫大雪 仿佛要将他的过去冲刷干净 他微笑看着前方 那里站着一个让他心心念念的男人 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时钟与银河完美诠释了爱情的伟大 身份 金钱 权力 疾病 这些击垮平凡人爱情的四大痛点 却依旧没能阻挡他们深爱着彼此 因为他们坚信对方就是自己的命运 那么你是否也遇到过你的命运 有人或许找不到答案 有人或许不愿面对心底里的那个答案 抖音